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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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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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剛才聽完James去自己演講之後 有甚麼感覺我心想問我 有甚麼感覺 很奇葩的東西 我突然來回到香港 有些很特別的東西 沒有特別的東西是很平凡的 有些人看其他東西之後 看看特別平凡的東西 我想大家分享四個很平凡的東西 就是一個 我想問我對我認識他 大家已經知道了 周杰倫是一個很出名的歌手 但我想大家以為人知道 他出道之前的小故事 我沒有聽過 我分享一下 周杰倫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有甚麼普通的呢 就是來自一個清家庭 普通人讀書之後 沒有做過大學 但是他跟一般人有少許不同 就是他吃少許金物而已 但是他這麼平凡的人 他一開始 因為他是不靚仔 真是不靚仔 但是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在學天凡 所以他在幕後寫歌 但他寫歌的時候 其實很不受歡迎的 因為很多歌手都不敢唱他的歌 都不知道他寫什麼 太過新潮了 沒有人知道 所以當時他是老闆 就跟他說 周杰倫 如果你能夠 可以一個星期 練習五十首歌的話 我就可以幫你考慮一下 出去長一點 當時他沒有這麼多事情 他總之就是 你要我做 我可以做 一個星期 五十首歌 結果他立刻就去了 初音市場 玩了一大箱的風景 就回到他設計室 就開始寫了 結果 一星期之後 出了五十首歌 然後出了另一首歌 就是一首歌 讓他大了一首歌 結果 十五年之後 成為了一個 成為了一個 很美麗的歌 更成為了一個 阿兜天王他認識 大家可以給你一首歌 謝謝 謝謝 第二個 我先去拍一部 這個是我們的主人 一問他 他是誰 星爺 星爺 不是星爺 星爺的朋友 其實他是梁朝偉 左邊是他自己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一張照 當時他大概二十歲 當時的梁朝偉 是一個什麼人 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他出身在一個素德階層 家裡不是有錢 當時的職業 是一個電器推銷員 即是在不穩定工作 每人重複地做 他的工作 當他當時是一個電器推銷員的時候 他一個好朋友 就是周星爺 當時就不停說 他說 梁朝偉 不如我們 我們投了TVB 在緣訓練班 當時他覺得 他挺好 那就去了 但當他做了決定 和他父母分享的時候 他媽媽跟他說了一句話 就說 可以 你好 但他在家裡一毛錢都會給你 可能當初 可能當初 真的比較年少 竟然一點 結果梁朝偉 真的走了去跑TVB 近緣訓練班 用他自己的速 去過他的生活 當時的分享 就是他每日過的生活 就是 用十元 十元 十元是當時的概念 就是 搭車的成法 就是那十元 如果這麼幸運 那天遲到的話 搭的士 就是搭車 就是搭車 就是 不斷捱捱捱捱捱捱捱 用了很多時間 很多心機 終於成為了 現在 三十年後 一代疫病 梁朝偉 開了一點掌聲 梁朝偉先生 好 第三個評判 這個 大家可能很認識 這個 這個黃色 沒錯 這個是小弟 太小弟 這張是我自己 在2009年的時候的一張照 當時我是一個 剛剛是大學的年輕人 當時我是太開心了 這張照 其實當時 我用三個字開研 就是 死小弟 真的是一個 死小弟 一個很普通 很平凡的人 但是 我自己在我心裡 可能做了一點 有轉變 結果 我這幾年 變成這樣 這張照 是我自己 在上個月的時候 自己去公司 一個廣場 拍的一張照 我想改變得很大 我接下來會和大家分享 我自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標籤 都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但是我做了一點 不是太普通的標籤 說回我自己 其實我是一個很基層的人 就是 家裏不是很有錢 普通的家庭 這張是我的電動學的照 都是一個 其實都不太廉價 都不太記得自己 這個是我自己 我是一位同學 當時我讀書 絕對不是很聰明的人 讀書 不是最上級的 亦都不是最差的 是東層 他見到是東層 簡單來說就是 老師裡面 都不記得你是一個 又不是太差 又不是太好 又不是太好 那些人都可以 那些人 那很多人都說 他都答我了 但我的時候 都不是太平凡的事 你說讀書 打他的時候 上妝 住妝 讀書 去拍拖 補習 全部都錄過了 一個很簡易的 香港和學生 那當時 我是在練習 建子工程的 一個工程 我看這張圖 大家可能 有上過下網上 的一些平台看過 啊 當你讀工程的時候 就是你朋友 怎麼想你 你覺得是做什麼 你的其他人 怎麼想你 你的父母 你的家人 怎麼想 不同的情況 沒錯 是的 當我讀的時候 我會經常說 想自己 可能是 我會創造一個 很強烈的態度 我可能會是一個 很實力的人 我會建設世界 建設社會 但當我出來做事的時候 我做了一段工作 What are we doing 就是做一些 不簡單的 做一些 做一些 很沉悶 很沉悶 你沒有做 不一定 很恐怖 那當時 我自己想起很簡單 就是 究竟我想要些什麼 在我的心情 其實 我想做些什麼 我經常想和自己說 就是 如果我 建議香港 好像沒有化 進去的話 其實 我想我應該只有15歲 是最少的 如果15歲之前 我都是做事的 因為我有三分四十幾 多時間 如果四十幾 多時間 我要做一份工作 不是我自己 喜歡做的 而是我 就是這樣 不停做一些 方式的工作 我想我會死 那當時 我自己 去想 我做了些什麼 或者我在工作上 給了些什麼 我自己 我一直都是這樣想 就是 我覺得這工作 就是一個 望遠鏡 給我看這個世界 我怎麼看這個世界 我代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看 有些人可能和代表女兒 她不看這個世界 有些人可能會 像我媽媽 我用工作去看這個世界 我希望我的工作 是一個平台 是給我去看這個世界 我想知道 一個社會發生什麼事 我想知道 窮些人 是在做些什麼 是在行業的人 他們怎樣做的 他們自己是怎樣做的 如果在一個 街市裏面 是如何做的 是菜貨人 是怎樣做的 甚至可能 可以說一些 甚至剛才說很多人 這個investment bank 他們是怎樣做的 做些什麼 他們很好奇 很純粹 但是我正想想 這件事的時候 我便會覺得 很多人都真是會給 買一次的 一萬人,這幾萬人,這幾萬人,這幾萬人可能會說得多幾萬人,這幾萬人可能是金錢,可能都是現實考慮,很多人覺得那份工作是風差,你先做它,風流低,又或者這幾萬人可能是一些人對的看法,可能是家人,身邊的朋友都會說,其實這工作錯,又很安慰,必須它轉, 又或者可能是核心的象徵,你在大學生的人,其實你應該去做某些事情,你不是他應該去轉學員,去轉自己的工作,但問題就是,可能不在這幾萬人,我當時有衝動,因為他想去理解了不同的行業,如果我自己選擇了,就是什麼行業呢,就是什麼行業呢,就是什麼行業呢, 沒錯,我是在AI的工作,在一間公司的工作,裡面做的事情,第一,越人溝通,很喜歡越人溝通,我發覺,當我跟人家去溝通經濟的時候,我可以認識到不同的人,他們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事情,知道他們的工作是怎樣的, 第二,我想要一個自由的工作,我想要我自己的工作,透過我自己的意志,透過我自己的安排,好像剛才那些人所說的,在創業關頭的時間,就是自己去承諾自己的人,自己的關卡,在自己的意見,是做什麼,第三,我很希望找一個工作的意見,我很想,真的在我的工作裏面安排, 因為我很相信,因為我很相信,其實大家差異之間,不同太多,就是我跟你之間,是有收穫的,不會差很遠,但是怎樣把自己的價值都會更大,怎樣碰到一半的價值,那些價值都是沒有穿的,沒有意見,但是當我進學的時候,當年遇到那種成分达,絕對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因為我跟學的事隔,我是一個工程人員,所以我一開始, 很強迫經驗,經驗當然是一個知識,和我自己的說話的差別,當時我讀了一個三年代理人員的身體,如果三年前,我叫我站在那裡,去跟大家分享的話,我都想說,就在那裡,就在那裡,就在那裡,很緊張,完全不會說的,完全不會說的,第二,親友的支持,雖然都是親友的支持,但是當時的問題,親友都支持,是沒有一種人想想說的, 因為當時大家都覺得,大人都是玩一下,你試一下,沒有什麼所謂,但是當時跟你在那裡,我修了一些計劃的時候,就不幸運,不是最簡單的,什麼事情可能是人生網學,因為大家都會 agree,我認識朋友,可能都是中學學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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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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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修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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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修學修修 我當時的挑戰是甚麼呢? 就是當我入行的時候 我身邊的同事所有人都跟我說 是的,我們的同事 全部人都會去做一個身邊的獎學 身邊的獎學我都做得到 你最努力,你一定做得到的 當時覺得,都是的 我都覺得自己應該做得到 我便做得到 如果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就過去 到第三個月,最後一段時間的時候 當時我距離那個身邊的獎學 只是差一步,差最後一步 可能差最後一獎學 那時候我已經 一直到最後一刻 那時候可以 你當是天日的五點鐘 在前一晚的十一點鐘 我自己也不要嘴唆 忽悔心覺得 糟了,不行了 做不了 那時候的同事 或者朋友 他們都說 阿莊其實不要緊的 真的,沒有所謂的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之前他們說 我都做得到,現在做不到 也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其實你已經很努力了 沒有所謂的 真的 但其實那一刻 我自己想一個念頭 我就是覺得 我不想給自己學會 因為這個狀況是 你之後的幾億很多都好 你也是不可能 再露得回家裡頭 而一個人 我不想被人家露得回家裡頭 所以我在那時候 我真的做得很瘋狂 我晚上十一點鐘 我真的嚇到一個好朋友的朋友 說 不如去想一下 真的要做什麼 結果他真的 又OK 他說 沒問題 你回家裡頭 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 他講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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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不如這樣 我明天早上去找你 下午早 我到六點鐘 就去前門上班 不要緊 六點鐘 就去前門上班 那巴士乘來 就是這樣 我第二天六點鐘 就去前門的巴士乘來 他在家樓下 整整班都跟他們說 他講不及了 說不及了 那 真是很幸運 這位朋友都接受了我意見 那他真的 幫他接受了他一些計劃 那 就真的是形成了 我自己人身中的 就是這個項項 是 我自己 公司裡面 就是一個 first challenge 這個項項 那 我現在回想一下 其實是已經很幸福的事 因為 如果你的人生裏 從來不及你那件事 是你全心全意 而且你覺得是沒有 是不可能做不好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文章 所以我很喜歡他選擇的說話就是磨練 他講到磨練是挫折是成長的教練 失敗都是成功的前身 這句說話我覺得你很心虧對自己 每一個挫折每一個品難 都是對自己再成長的一個階段 然後當然不斷不斷去發展自己的事件 為何去保持我自己向前的動力 其實真是來自於我自己的同事 我自己在AI裡的生活 我今天真的帶了一些我自己的小小故作 大家分享 在這個箱裏面 這個批皮盒的箱裏面 裏面是我自己收了這麼多年 這三年底的一些postcard 一些小禮盒 全部都是我的同事 或者我的客戶 或者我的朋友 他們送給我的 甚至有一些是他自己的 那些明星的出不簽名的CD 裏面送給我 我也覺得是適合的 其實我很深信的一件事 如果你自己是很好的對別人 其實你也會不會對 所以在我自己的宣傳裡面 我有一群好的同事 大家會一起 拍攝截 拍攝拍攝 一起會慶祝一些十九年導錄 一起會去飲茶 一起會去營養 去做一些 練習的工作 這一切一切的動力 都會令到我自己 不斷在這個行業 或者不斷在這個工作環球裡面 去進步 去持續堅持這個動力 但是我想問 最後一個故事 就是我想問做這麼多人 最後一個平凡人 其實就是這麼多人 我想大家 可能會在哪裏 你們都可能 看過普通的人 人們心目中 可能會有些想做的事 希望可以完成 可能有些人會希望 今天 我的工作很重要 你這個工作 或者可能有些人會希望 今天我想放假 我想去旅行 去看這個世界 我想說的是 其實無所謂 真的無所謂 因為你能不能夠達出 你今天的空間鬆 你去堅持 或者你去那一邊消息 其實很重要 在這裏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個小故事 我自己聽過 跟一個年輕人 跟那個龍夫聊天 然後那個年輕人 就問龍夫 他說龍夫 龍夫 我問 你做很多事 你自己沒有做煉花 那龍夫就說 我沒有做煉花 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怕下雨 下雨 那 OK 然後那個年輕人 就問龍夫 龍夫 你有沒有種米 種米 也OK 那龍夫 他就說 沒有啊 你一旦災 就沒有了 那些人就很懷疑 那你做什麼 然後龍夫 他就說 他就很考慮 他就說 沒有啊 沒有啊 為甚麼 因為我要確保安全 我不知道 如果你要保護安全 你要保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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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100%做好事 然後才能踏出這一個 去做一條例 我相信你會不會做的 也不會有那麼多的概念 所以到最後 我們說一下 其實大家都可以做的 很難一點 只要 你能夠 達到 達到 你自己的一步 開始 做你自己的 這樣子 去做你自己的 不想做的事 這個就是龍夫 很好 謝謝